那么作为七级光这么一个全面的人才 这么一个英勇的将军 你想不到的一个问题是 他居然怕老婆 在中国历史上怕老婆的几大名人 七级光站一号 传说他夫人也是降门之后 相当彪悍 在七级光捅兵打仗 甚至培训部队的过程当中 他夫人都出了大力了 他这个媳妇是将门虎女 相当彪悍 七级光从结婚就对夫人 那是相当害怕 一直逃走以后他都成名了 抗窝名将大将军 一声令下那七家军都多做 但是他仍就整不了他媳妇 最后手下这些将军们 都有点看不过去了 往后手下的将军们 集体帮他出主意 说你这个 你这个家 这样子 你这个也得想点招 说这么让我们配合一下 说哪天 你请你夫人到咱部队里来 你看 让他看看你这个将军的虎威 你老人家做大仗 发号施令 我们来底线 跟这一配合 一看你多威风 把他镇住 这样回家 你才能逐渐的 把这个地位提升一下 七级光也觉得主意不错 然后大家都设计好了 然后那天把夫人请来了 到七亚军来参观 这士兵们都是刀枪剑脊 全副挂 将军们也都在这侧候着 七级光刚升座大仗 正想要发威 夫人在旁边说了 把老娘请来干嘛 七级光当时就从 摔案后头 蹦压就出来了 陪笑脸做衣 请夫人来阅兵 最后没起到威慑作用 反而提升了夫人 在七家军里面的地位 但后来也出现一个问题 他俩没孩子 再怎么怕老子 奇迹光在这个身上 还是犯了一个错误 背着他媳妇在外面 纳了三个妾 生了五个儿子 这玩意儿啊 倒是将军作风 要么不整 要整整一堆 他五个儿子 都是他那个三个妾生的 他跟原配夫人没孩子 一开始在外的租房子 跟他今天话说 外的包养几个 另有个家 时间长了 哪有不透风的墙啊 最后让夫人知道 然后这个史书 有两种不同的版本 一种版本说 夫人大幕 第一个刀 满军营找奇迹光 要跟他PK 然后奇迹光得到消息之后 内穿铠甲 外照紧袍 就里头 就是全身披画 然后外头照个袍 来见夫人 跪地哀求 说为啥里头穿铠甲 抗击打的 你瞎 已经欲为承受家庭暴力了 跟夫人哀求 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我这是没有别的意思 纯是为了这个有后 然后是因为这个 说夫人感动 原谅他了 然后在那个 这五个儿子里 夫人挑了一个过继给他 算他什么的 他来抚养 然后最后吧 这命里无而不能强求 他抚养这个 先死了 夭折 这是一个版本 还有一个版本呢 就更滑稽 说夫人发现 他外面金屋藏娇的时候 然后就带着丫鬟使女 奔那个宅子去了 进入一看 抓现行 三个妾 五个儿子都在这 然后这 这几个妾就跪地哀求 夫人还是比较明事理的 跟你们没关 我现在就找那老东西算账 说那老东西哪去了 老东西率部队 抗俄出发了 然后夫人就率 他手下的娘子军 率丫鬟使女 开始追 要找七级光理论一下 然后就有 就先有这个 探子就报给七级光了 据说七级光正在 开军事会议 跟手下士兵 跟手下将军们讨论 怎么去跟窝抠作战呢 这时候家人来报 说你那事露馅了 夫人现在已经来找你算账来了 将军你琢磨咋应付吧 然后七级光当着这些将军们 就说一句话 窝寇北上 夫人南下奈何 这意思是啥呢 你看 正商量怎么对付窝寇呢 说咱们现在这个局势啊 大家对形势 有没有清晰的认识啊 现在窝寇 从南边往北边打 现在夫人 从北边往南边来 咋整啊 问手下将军 咋整 往后还有手下将军跟他开玩笑 说那将军 咱们不如降窝吧 不如投降窝寇吧 还有人跟他开玩笑 给七级光出炉意 说既然夫人来了 咱不如投降窝寇吧 你说这夫人得彪悍到什么程度 比窝寇还可怕 奇迹光能扫平窝寇 但搞不定他夫人 这也是中国历史名人的一段佳话 我为啥说它是佳话呢 咱们想一想 这是感情 赵本山不说 怕就是爱 你爱才能怕 对不对 那在古代那种男尊女为的社会 男人在家里绝对说了算 一纸修书 单方面离婚 就能把媳妇撵走 那当时有这规定 这是合理合法的 那你七级光有什么不能的 他之所以表现出 怕媳妇 他实际上这是一种对原配夫人爱的体现 我是这么理解的 中国古代若干的名人 有怕老婆习惯这些名人 你仔细去琢磨琢磨 他实际都是很尊重他夫人 是一种爱的体现 但这个也传出来一段佳话 中国怕老婆名人里 奇迹光也能排到前十一 不光作诗能排到名将前十一 讲怕老婆也能排前十一 中国古代还有几个 要讲怕老婆排在他前头 还有著名改革家汪安石 回头我们讲这个将相的时候 讲讲汪安石 那也是怕老婆名将 实际还大才子 苏东赫也俱内 这样的名人不少 所以我们今天怕老婆 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到万历十年 也就是公元1582年 首府张居正病逝 奇迹光在朝中最大的靠山倒了 然后就有人开始整他 张鼎斯 给皇上上一道咒德 说奇迹光的那个那个业绩啊 是在平定倭寇当中体现出来的 所以他善于在东南燕海作战 给他放到北边不太合适 所以你看16年也没有太大业绩 还应该让他回南边 他适应南方作战 这是一个冠冕堂皇 似是而非的借口 皇帝居然就信了 奇迹光从北方被调往广东任职 但奇迹光心里很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因此他去广东啊 就是个应付 皇上委任了 不能不去 到广东不到一年 就申请告病假回家 退休 当时身体也确实不好 到广东一年 申请退休 就身体不好 申请退休 不干 在某种程度上 应该是心灰意冷了 最后这么一种结局 他应该是心灰意冷了 然后就告病回老家了 三年之后 1585年 还有一个官员叫张西稿 他还弹劾奇迹光 说他的不是 奇迹光因此被免去以前的职务 三年之后 在老家病死 所以从整体上来讲 他这一生 27岁以前 青少年时代 然后12年抗窝 16年防蒙古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晚年是不得知 等于靠边站 被边缘化了 但这个人还是很聪明的 他没有因此 因张居正的倒台受到牵连 没有把他拿下 入狱 那就不错了 他还能能能 保全自己 最后落个急流而退 但是晚年是抑郁不得知的 这么样的一个结局 这样一位将军 这样一位英雄 最后晚年是这么一个结局 所以明朝有很多 让我们叹息的事情 以后我们可能还会讲一些 明朝晚年 很多类似的事情 让人非常寒心的事情 所以我以前 在南方讲张居正的时候 我曾经公开说一句话 明朝不亡就没有天理 他那个皇帝的很多做法 让人觉得令人叹息 最后给大家推荐一本参考书吧 这是大约二十年前 我写的奇迹光大传 当然你能不能买着得看运气了 这已经二十年过去了 那个时候还很不成熟吧 但是毕竟是我年轻的时候 一个一个作品 是奇迹光大传 有点历史小说的性质 里头不完全属实 有想象的成分 是历史小说 我二十年前写的奇迹光大传 今天看来已经恍然如格式了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吧 谢谢大家 谢谢